瑞宝看着正在树上玩得开心的姐妹俩 自己也想去玩耍一下 不过瑞宝和灰宝一起给妈妈劝退了 表示小树上是容不下三只大熊猫的 爱宝眼看自己上去也没地方落脚 于是便退了回去 将小树留给了姐妹俩 爱宝下来后 来到了小树从前给小树施了下肥 而在树上的姐妹俩也很和谐 一会儿瑞宝想要下去了 打算把小树让给妹妹 只是下树有点艰难 瑞宝的脑袋都被挤得有点变形了 这小脑袋可遭老罪了 不过大熊猫的脑袋可塑性是真强 爱宝看瑞宝下来陪自己了 赶紧来到瑞宝身边和瑞宝贴贴 有了瑞宝的陪伴 爱宝也不无聊了 还是当大姐的懂事 一会儿爷爷们给爱宝送来了竹子 爱宝便来到小亭子上吃起了竹子 而此时灰宝已经在小树上睡着了 瑞宝则去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小滑梯上 而除了两个爷爷以外 圣歇阿姨时常也会来到园区陪姐妹俩 作为一直在宝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圣歇阿姨 对宝家的爱也是不比两个爷爷少的 而姐妹俩对圣歇阿姨也不反感 跟对爷爷一样 爱宝回室内后 圣歇阿姨在园区陪了一会儿姐妹俩 姐妹俩在圣歇阿姨面前 比在爷爷面前还要乖巧 不吵不闹的 默默地守在圣歇阿姨身边 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 不保一个360度空中旋转后 正面落地 看得窗外的一一幕惊呼连连 早上福宝来园区时 身上还算白净 直到随着福宝开始探查园区的脚脚落落 福宝先是到独木桥上观察了一下 结果脚滑不小心从上面摔了下来 这时福宝身上开始有了第一抹黑色 福宝围着园区逛了一圈 来到妈妈身边 啃了两口刚才妈妈吃过的竹子 福宝本想钻到妈妈身后 结果没注意脚下已经没落点了 一个空中360度旋转 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 不过此时福宝身上还能看得过去 直到福宝到自己的小泳池里泡了会儿倒 福宝从泳池里出来时 身上已是湿乎乎的了 福宝在园区里四处打转 而爱宝看着眼前脏兮兮的福宝 连打他的欲望都没有了 生怕福宝给自己弄脏身体 而福宝则蹦蹦跳跳的又去到了树上 福宝拿身体当拖把 给小树干擦拭了一遍 福宝从树上下来后 来到通往室外的门口找妈妈 福宝趁妈妈不注意 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 爱宝有点嫌弃福宝 试图让福宝走开 爱宝惹不起躲得起 爱宝怕福宝给自己搞脏身体 藏到了滑梯下面 而福宝则爬到滑梯上 用自己湿乎乎的身子 给滑梯擦了一遍 不过福宝重重摔在地上 这次福宝身上已经变了颜色 成了熊剑熊弦的状态 一会儿福宝蹲在妈妈的花园里跑土 福宝这个样子真像是在挖煤 挖完煤还不忘跑去妈妈那里 让妈妈验收一下成果 但福宝爬到一半 没抓稳小亭子 很小亭子上摔了下来 福宝这一天玩下来 说福宝是个黑熊也不为过了 而爷爷则有的忙了 晚上要给福宝擦拭完身体 才能下班回家了 这是双胞胎熊猫宝宝名字的投票墙 现在瑞宝和辉宝这种名字投票术 遥遥领先 依依还顺便让大家看了一下 福宝的对排的到底有多长 只能用好长好长来形容 姨姨的视频快进了不知道多少倍 队伍根本看不到镜头 福宝可以堪称为巨星了 等排到姨姨时 咱们的巨星正在午休 姨姨欣赏了五分钟福宝睡觉时的模样 之后姨姨来到室外园区 碰巧遇到饲养员姨姨 正在为福宝室外园区放置竹子 以及窝头 放置完竹子和窝头后 姨姨又给福宝的饮水盆进行了清洗 将里面飘落的树叶给撇了出来 4点40时时 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进来 福宝缓缓走到小木床上 福宝不慌不忙的 福宝在小木床上坐好后 拿起窝头便开吃 福宝小口品尝仔细咀嚼 充分感受着窝头冲击自己 味蕾的感觉 掉落在自己小饭桌上的窝头残渣 福宝也挺是干净 试完窝头和竹子后 福宝无聊的来到了小亭子上 福宝待坐在小亭子上 既不想爬树 也不知道干什么 福宝就这样坐在小亭子上发了会儿呆 小亭子上坐累了 福宝便转身又坐在了地上 福宝着实无聊 福宝便向通道门口走去 福宝表示自己在室外 实在不知道玩什么 爷爷就让自己回去吧 福宝坐在门口 试图让爷爷能体会到 自己无聊的心情 这次福宝和爷爷的心灵感应 是有用的 福宝回头跟姨姨们说了声再见 便转头走向了室内园区 而姨姨则继续排队去了 虽然此时已经五点多了 临近福宝下班点了 但人流量依旧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等姨姨排上队时 福宝又无聊地趴在了小树上 看样子福宝是想一觉睡到下班 直到看到爱宝身心放松地 躺进姜爷爷的怀里 我才知道 原来大熊猫真的可以无条件地相信人类 在爱宝坐月子初期 爱宝进食都会有饲养员们 一口一口地对其进行投喂 而当奶爸对其进行喂食时 爱宝还会用感谢的眼神 一直看着奶爸 爱宝此时就像是一个 被爸爸妈妈宠着的大宝宝 奶爸夸爱宝的眼睛会发光 而奶爸也会为了爱宝 能够吃得舒服 尽量将竹叶压在一块 这样爱宝在吃的时候 竹叶不容易散开 怕爱宝吃舒服后 将小脚丫搭在栅栏上的样子 真是无比的放松 当时间过去 熊猫宝宝们开始长大 爱宝不用再无时无刻地 一直将其抱在怀里 爱宝开始放心地 将其放到地下 自己去另一个房间 喝水上厕所等一系列活动 甚至爱宝有时会 因为奶爸在旁边 会将熊猫幼崽 交给奶爸帮忙照看一会儿 自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甚至慢慢的爱宝 在自己吃竹子时 可以完全放开双手了 因为有奶爸在 奶爸可以帮忙 扶着自己怀里的熊猫宝宝 而这些表现 都是源于对饲养员的充分信任 除此之外 眼神也是最不容易骗人的 每次奶爸来给爱宝喂食 或来看望他时 爱宝总会将眼神第一时间 锁定在奶爸的身上 直到看到奶爸 缓缓向自己走来 当爱宝感觉到自己累了时 爱宝会俯下身 躺在奶爸身旁 而这时奶爸 也看出了爱宝的难受 则在爱宝身后 伸手为其进行着按摩 使其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 当奶爸想摸摸 自己的怀里的宝宝时 爱宝也不会去抗拒 则是无条件地 让爷爷去摸 爱宝是在两个奶爸的鼓励 和赞美中 度过坐月子的这段时间的 不管是爱宝的性格 还是容貌 两个奶爸要是夸赞起来 能够一直停不下来 尤其是送奶爸的碎嘴子 对爱宝来说 有时就像是催眠曲 能够在爷爷的赞美中睡去 奶爸抚摸着爱宝的脸 爱宝一点抗拒心理都没有 两个奶爸细节满满 而爱宝也是在两个奶爸 这无私地爱一下 一点一点放下的警惕 让王华华踢 都是坐着滑 而福宝则是抱着滑 小时候的福宝胆子很小 妈妈睡觉一台屁股 福宝都能给自己吓一跳 早上爱宝 他在小亭子上睡觉 而福宝则躺在一旁自己玩着 福宝不知 从哪找来一团枯黄的竹子 放在嘴里磨着牙 而下一秒 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 福宝却被妈妈的别的动作吓了一跳 不知福宝将妈妈看成了什么怪物 福宝坐在小亭子上 给自己缓了缓 然后慢慢走到了爱宝身边 想着在妈妈身边有安全感 福宝来到妈妈身后 一下侧躺了下来 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 和福宝依靠在了一起 相同的 福宝在爱宝身边 爱宝也安全感满满 爱宝也睡醒了 将福宝揽进了怀里 不过福宝此时的姿势 刚好是屁股对着妈妈的脸 福宝用脚踩着妈妈的脸 在妈妈的头上不断折腾着 直到给自己从妈妈怀里折腾出去 下午送爷爷来到园区 送爷爷拿来一个竹筐 给福宝玩耍 不过在此之前 福宝看到送爷爷来了 立马往滑梯上跑 直到爷爷走后 福宝才放下心来 福宝一个头朝下 从滑梯上给自己摔了下来 开始研究爷爷给自己的竹筐 福宝将头钻进竹筐里 查看竹筐里有什么好东西 福宝将头埋进去 仔细查看了半天 直到给竹筐打翻 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原来竹筐里面是空的 福宝在竹筐里钻来钻去 亦或是用其磨磨牙 而另一旁的爱宝 正吃着爷爷爷给自己准备好的竹子 从画面中看上去 福宝和爱宝的生活 既平静又祥和 丈母宋爷爷用竹子给福宝和爱宝 在小木床上制作了一棵圣诞树 但下午竹子圣诞树 就被福宝和爱宝折断了 扔到了地下 刚开始 福宝对着竹子很是好奇 福宝对着竹子和上面的节日卡片 闻来闻去 仔细观察着 玩一会儿 福宝坐在地上 挠了花耳朵 而此时爱宝忙于吃竹子 竹子圣诞树 并没有让爱宝产生兴趣 福宝玩了一会儿 也对其失去了兴趣 而等爱宝吃完竹子来观察竹子圣诞树时 爱宝只是对着竹子圣诞树的下面轻轻一咬 竹子圣诞树便倾倒了下去 因为爱宝发现 竹子圣诞树上有许多的胡萝卜 站着吃太费劲了 不如将其折断 坐在地上慢慢吃 爱宝仔细挑剪着竹子树上的胡萝卜 爱宝先是将竹子圣诞树上的胡萝卜五角星给吃掉 之后开始吃竹子圣诞树上 灵星分布的小胡萝卜 这样吃胡萝卜 游客们的观赏感和爱宝的体验感都直接拉满 爱宝还聪明地将竹子圣诞树抬起来 看了看下面有什么东西 爱宝懂得食物搭配 吃过胡萝卜后 爱宝又吃了几口上面鲜蛋的竹叶 爱宝拉着竹子圣诞树上的绳子 一下给竹子圣诞树翻了过来 爱宝仔细挑剪着上面的竹叶 有些竹叶被爷爷用竹子进行了固定 爱宝一口咬下去 给一根绳子拉了出来 爱宝抓着绳子 将上面的竹叶给咬了下来 吃差不多后的爱宝来到了小木床上 爱宝发现刚才咬断竹子圣诞树时 小木床上还掉落了一些胡萝卜 爱宝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解释 之后爱宝走到饮水盆前喝了点水 而此时福宝已经在小树叉上睡着了 而爱宝喝了点水后 没有着急睡觉 而是看着小亭子上的竹子 感觉自己还能再吃点 直到给自己吃到十分饱 爱宝才敞开怀抱 在小亭子上睡起了觉 我再说